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中 肖静腾惊喜加盟搭档张碧晨组成嚣张组合 与其于A组歌手 牛奶小胡子 林子祥胡夏 永不失联的野孩子 杨谦华 周星哲 健美组合 薛之谦 锤娜丽莎 同台切磋 新生歌手将围绕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主题 自行挑选歌曲 通过与前辈歌手的合作 让我们的歌响彻舞台 也让对方走进自己的人生 美好场面不容错过 肖静腾出来乍到很刻苦 与张碧晨组 嚣张组合 大秀摇滚美学 第五期舞台表演共分两轮 以牛奶小胡子组合在首场音乐切磋中猛夺第一 所以林子祥和胡夏在本期第一轮表演中将暂时休息 其余三组嘉宾将按照抽签结果先后登场 哪一组能征服更多的优生品见人 这将直接影响着第二轮组合切磋情况 同时本期舞台也迎来了一位新嘉宾 肖静腾将搭档张碧晨进行音乐上的交流 初来乍到的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不仅提前观看节目做好功课 还在短短两天内苦学搭档新歌猛击歌词 肖章组合带来一首摇滚味十足的Interstellar 而这首歌的诞生则源自张碧晨的脑洞大开 或许这个世界存在着第五次元 所以要和肖静腾带领大家乘坐宇宙飞船 穿越星际 如此跨次元的舞台在光影交错的舞美中 直接把科幻感拉满 染炸全场 相较嚣张组合炸场演唱 其他两组嘉宾走起了深情路线 陀娜丽莎回首校园时光 准备了两首曾陪伴自己度过无数孤寂夜晚的歌曲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和Melody 并主动向大家讲述其以艺术身份进入重点高中的她 曾遭遇过的误解 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对音乐的热爱一路拼搏至今 陀娜丽莎想通过这两首歌曲告诉所有人 音乐对她来说不是洁净 而是一生所爱 舞美设计也十分用心 当薛之谦用手划过地面 一个巨大的时钟缓缓呈现 似是对陀娜丽莎无言的鼓励 究竟他们会如何演绎 令人期待 周星哲则决定把自己的成名作伴上舞台 他回忆起11岁就远赴美国读书 每日只能于钢琴作伴的孤独日子 令在场助人无不心疼 但他也感谢那些难熬的时光带给自己强大力量 这才创作出一首首音乐作品 其中就包括这首热门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他和杨谦画在浪漫的蔚蓝星空下温暖相拥 场景十分为美 牛奶小胡子和唱《对话人生》 林子祥为胡夏独家绘画组合徽章 无论是肖章组合的电光火石 还是健美组合的倔强呐喊 抑或永不失联的野孩子的温暖对唱 都各有千秋 让人难忘 但牛奶小胡子组合同样万众瞩目 首次参加节目录制的肖敬腾就无比期待 我看完《数字人生》 想要寄膝盖给老师 我今天来目的之一就是来听老师的现场 事实证明 叱咤歌坛几十年的林子祥没有让人失望 他一方面主动和后背打成一片 花费三个中午为自己和胡夏专门设计了合体徽章 力挺后背演唱成名作《那些年》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歌手应有的专业素养 不仅冲破语言障碍带来的难题 还对歌曲的改编颇为上心 《那些年》原来讲的是人们对于青春往事的怀念 林子祥提议放慢旋律节奏 这样作品的情感浓度会大大提升 在演唱形式上一老一少分支两个相框 宛如同个人在三十岁和七十岁时 进行的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唱不尽人生的遗憾 道不完对岁月的感慨 让人几度落泪 一曲唱壁 赛场所有嘉宾情人自尽的起立鼓掌 场面感人至深 我们的歌用几首歌的时间 不仅让每位歌手回忆了时光 也为观众带去了温暖的慰藉 更多精彩内容尽情锁定今晚21点 东方卫视我们的歌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把膝盖献给林子祥 肖敬腾加盟我们的歌搭档张碧晨 东方卫视代记朝音综艺我们的歌第三季 将于今晚21点正式播出第五期 本期节目中肖敬腾惊喜加盟 搭档张碧晨组成肖章组合 与其余于A组歌手 牛奶小胡子 林子祥胡夏 永不失联的野孩子 杨谦化周星哲 健美组合 薛之谦 垂纳丽莎 同台切磋 围绕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主题 他们自行挑选歌曲 让我们的歌响彻舞台 也让对方走进自己的人生 据介绍 第五期舞台表演共分两轮 一牛奶小胡子组合 在首场音乐切磋中猛夺第一 所以林子祥和胡夏 在本期第一轮表演中将暂时休息 其余三组嘉宾 则按照抽签结果先后登场 同时本期舞台也迎来了一位新嘉宾 萧敬腾将搭档张碧晨进行音乐上的交流 初来乍到的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不仅提前观看节目做好功课 还在短短两天内 《苦学搭档》新歌猛击歌词 令人惊喜的是 萧张组合带来一首摇滚未十足的Interstyle 而这首歌的诞生则源自张碧晨的脑洞大开 或许这个世界存在着第五次元 所以要和萧敬腾带领大家乘坐宇宙飞船 穿越星际 如此跨次元的舞台在光影交错的舞美中 直接把科幻感拉满 燃炸全场 相较小张组合的炸场演唱 其他两组嘉宾则走起了深情路线 纯扎丽莎回首校园时光 准备了两首曾陪伴自己度过无数孤寂夜晚的歌曲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和Melody 并主动向大家讲述起 以艺术生身份进入重点高中的她 曾遭遇过的误解 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对音乐的热爱 一路拼搏至今 纯扎丽莎想通过这两首歌曲告诉所有人 音乐对她来说不是洁净 而是一生所爱 周星哲则决定把自己的成名作搬上舞台 她回忆起11岁就远赴美国读书 每日只能与钢琴作伴的孤独日子 令在场众人无不心疼 但她也感谢那些难熬的时光带给自己的强大力量 这才创作出一首首音乐作品 其中就包括这首热门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而最让人期待的牛奶小胡子组合 则继续引来全场关注 首次参加节目录制的肖敬腾无比期待地表示 自己是来听林子祥的现场的 我看完数字人声 想要借膝盖给老师 当然 叱咤歌谈几十年的林子祥也没有让人失望 她一方面主动和后辈打成一片 花费三个中午为自己和胡夏专门设计了合体徽章 力挺后辈演唱成名作《那些年》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歌手应有的专业素养 不仅冲破语言障碍带来的难题 还对歌曲的改编颇为上心 《那些年》原来讲的是人们对于青春往事的怀念 在这首歌曲的处理上 林子祥提议放慢旋律节奏 让作品的情感浓度大大提升 而在演唱形式上 一老一少分支两个相框 宛如同个人在三十岁和在七十岁时 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唱不尽人生的遗憾 道不完对岁月的感慨 让人几度落泪 艺术唱币在场所有嘉宾情人资金的起立鼓掌 场面感人至深